同样是漂流木的问题 但是命运却大不同 在齐金地区呢 有一只叫做爱资传志愿服务团的志工眼中 却是他们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 再加上呢 齐金国中呢 大方提供学校的腹地 让志工们呢 可以进行艺术的创作 让校园当中也多了一个 漂流木的艺术景点 叫做流木居 风灾带来漂流木 齐金国中就因为漂流木更有特色 拼成文字或找来书法大师提字 把漂流木当成桌子使用 甚至还创作出市长城局的Q版花妈形象 在学校里这处很有艺术气息的地点 有个特别的名字 就叫流木居 就做一个整个的布置 所以我们就用漂流木来跟他做整个的布置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漂流木蛮多的 包括现在有很多桌子椅子都已经在教学期了 我们就是用漂流木 漂流木是可以说要拿去烧的东西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艺术品 然后在校园里面变成校园的艺术品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跟同学在互动 志工带着热忱为艺术化的漂流木 打造一个新家 创作理念和校方一拍即合 学校也因此摆脱环境困扰 登革热 这个部分就是说每个学校都是很在意的一个卫生重点 那我就想说 虽然环保是让它自然很好 可是在校园里面 这变成说大家不敢来的地方 那想说刚好我们环境树下的蔡渡导他们 苦无让这些漂流木不晓得要送去烧呢 还是怎么样 我就想说不然我们这一块 拜托他们来帮我们协助我们 就是把它开发出来 大批漂流木艺术品成为其今国中的学校特色 漂流木搭乘的拱门上 旗开得胜理想国 津津乐道在此中巧妙地融入校民 和志工们对漂流木艺术创作的热情 感谢我们的周宇宏 采访我的